李查列今天早上在国会夏议院回答雪兰俄州巴达林在野南区国会议员许来贤的附加提问时指出 根据我国劳工部和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青年失业人数共273,600人 比2014年的248,000人增加了25,600人 失业率提高了1.2% 警管部长表示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祸受全球经济结构改革所致 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普遍现象 但是许来贤对于大专毕业生过去22年和现有的起心志 与现在生活水平不成正比而感到不解 要求当局寻求良策 我们正在中心中的中心中的经济 理查列补充 这一份调查报告 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之后 就会对外公布 并会印刷成书 作为员工的参考指南 巴督空间杨丽莎国会大厦报道